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FA澳洲找食 好久都没有晚上到逛我的市中心 今晚到逛的目的是 Vivid Sydney 2022光影节的灯色 未看灯色前 当然要在市中心走逛 找到什么好食蜜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是适离轻轨的车站 看来今晚有很多人出来市中心 咦咦有很多泰国美食 还有泰式甜品 在适离市中心,还有一间很有名的Theatre 就是这间,Capital Theatre 很多话剧都在这里上演 咦,有间日本餐厅 不如今晚就在这里试一下吧 这间就是Matsuya Suizen 我们今晚就来早了,所以还没开门 唯有拍一下国外围先吧 咦,还有室内的座位 这间日本餐厅晚市是开5点半的 哇,多少人在这里已经排队 好了,开门了 店员就带了我们去室外的位置 又安排了这张桌子给我们 其实坐室外也挺有情调的 因为里面原来已经布满了位 职员就问我们是否在旁边看画剧 我们就说不是 原来很多人在旁边看画剧 已经一早就订了这里 那不要紧了,我们来看看 餐饭有什么吃 看来的食物好像一间居酒屋 有些小吃前菜 有些寿司 就像这个餐牌 有些刺身 有些寿司 有些小吃 有些炸物 还有和牛 当然不少的就是 sukiyaki 另外还有一个 drink menu 当然是有啤酒 清酒 和汽水 但是因为晚点 我要开车的关系 所以我就叫了一个烏弄茶 好,让我把芥末混合在豉油里 准备开餐 有东西吃了 第一样来的 就是塔斯曼尼亚的海胆寿司 看来好像很好味 和很新鲜 哇,试食专员已经急不及待地夹走了一块 让我又夹一块尝尝好不好味 哇,果然新鲜好味 好了,第二味道就是肥三文鱼腩 看卖相就普普通通 让我马上尝尝好不好味 比起来 再点点点豉油和果叉米 味道也不错 让我吃完那些沙律 不要浪费 先吃完沙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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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来这个就是和牛扒铁板 旁边的是树蓉和西南花 这个就是烧到medium 吃这么漂亮的铁牛,当然要配上饭和面湿 这个和牛就最适合试食专业吃 加上汁,更好吃 接着来这个就是吉列炸生蠔 这里一碟有六只 蠔还大大大 哇,几大只蠔 吃的时候还可以加上烧汁和白汁 更好吃 总括来说,今天这几样食物我都觉得挺好吃 但是我仍然比较喜欢在Burwood 甚至在City那间江湖前寿司 当然,除了新鲜美味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今晚吃得贵了 今晚我们三个人吃了153元 大家又认为值不值得吃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 好了,我们今晚出来 最主要目的就是看Vivid Cine2022 我会在下一条影片剪辑后 一次个送上给大家 好了,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记得给个like、share一条影片 给些comment和按一下小铃 如果未订阅HFA澳洲温市的朋友 就快点订阅这个频道 还要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在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